欢迎回来 城市游牧影展即将开跑 今年的开幕片《占领华尔街》 非常呼应台湾现在的时事 这个影片记录了 2011年为期100多天 蔓延全美的社会运动 透过纪录片的多元角度观点 带大家了解人民的真正诉求 美国民众2011年发起 占领华尔街运动 掀起近20年来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 两位导演将历经100多天 蔓延全美300多个城市的运动历程 完整记录下来 这是2014年 城市游牧影展的开幕片 非常凑巧如此呼应现今台湾社会 他是在外太空的一个人 但是很矛盾的是他没有穿衣服 这个很代表我们影展的一种态度 就是很自由自在啊 应该就是这样说 然后也或许可以说是没有完全准备好了 但是很冒险地冲下去 今年漫入第13届的城市游牧影展 竞选世界各地20部影片 带我们从镜头影像中 探寻被边编画的城市风景 街头遛狗的人 流浪汉 嘉年华上的裸体艺术家 这是美国六名摄影师拍下的纽约街头景色 他们只有一个信念 摄影能够捕捉真实 而在街头上的人都是平等的 它是代表一个态度 就是这态度就是说 我们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住很贵的房子 还是如果你是水街头上 你还是每天要走路在同样的街头 同样反映平复差距的 还有这部纪录片 《雅加达人生三重奏》 还是印尼雅加达的街头 音乐人的流浪生活 没有落脚的地方 一家四口只能住在下水道 《雅加达人生三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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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导演拍这一个主题 就拍得非常温柔 然后摄影是非常 真的很完美 然后我觉得比较值得思考 就是亚洲是大都市 就是那个经济发展是非常快 然后这个发展很快 就是当然还有很多人是推到边缘 不知道哪里吃晚餐的人 就是也是非常多 街头 公车 火车上 街头艺人无处不在的表演 导演花了七年的时间 完成这部作品 荣获2013年釜山影展最佳纪录片 让我们跟着街头艺人的吉他 看见雅加达极端对比的生活 五月初登场的城市游牧影展 从叛逆与反抗的角度 看见另一类城市的游牧民族 这会是一场时候 你也知道 谢谢大家